鄭嘉穎和劉森游一齊為新戲宣傳 提到嘉穎在這部戲中最印象深刻的 相信就是因為拍了一場戲而被澳門警方通緝 還要在警察局被扣留了14小時 最難忘就是在澳門 有一場戲我們要扮演 因為我是澳門司警 在澳門的警察局出來出車去追張俊 但是導演就叫我們在大廈跑出來 其實我跑進去那間大廈拍戲 都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有些保安在說 你幹什麼的 你們不可以在這裡 當然導演叫你進去你就進去 其實都不是NG很多次 只是跑了兩三次 跑完了 上車追當作拍完 下一場戲是沒有我的 很記得我和助手去喝咖啡等一場戲 接著就收了電話 就說嘉穎你現在要去警察局 哇 幹什麼事去警察局 你被通緝 通緝 為什麼呢 剛才那場戲是沒有申請的 原來是澳門的保安局局長的辦公室 劇組的人都聘請到警察局問話 因為在CCTV就看到你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都要去警察局下口供 另外心猶拍完這部戲 竟然都對MMA產生了興趣 我就是看到這麼多人在講怎麼打 我其實開始想要學MMA 對 雖然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像 但是 真的不像 我覺得這樣才有驚醒 對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